一时就众生 生命电视 一大四大变息 孤独众生 接下来请收看 五体系列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得寿辞远皆如来真实意 四十二章经 四十二章经 各位菩萨 四十二则故事是佛陀或是佛弟子们所遇到的生命的真实现象 真实境界 也会来说是我们所会遇到的种种困难 但这个时候 但这个时候我们透过学习四十二章经把我们这辈子所会遇到的各种生命现象 虽然说我们有八万四千种烦恼 大而为语 不出有三 哪三个呢 就是贪嗔痴 我想要 我不要 我搞不清楚状况 贪嗔痴 四十二章经 重点就是让你对峙你的生命的困境 对峙你生命的烦恼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要学习四十二章经 就是用佛陀的语言 佛陀的思维模式 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先念一下四十二章经的经绪 世尊成道仪 做事思维 离遇其境 世罪为圣 驻大禅定 降诸魔道 于陆野院中转四地法轮 度交成如等五人而正道国 附有比丘所说诸仪 求佛禁止 世尊教士 一一开悟 何着静诺而顺尊士 这个经绪 一开头讲 世尊成道以做事思维 世尊一成道之后 想到什么 想到离遇即尽是最为胜 生命的状态就是烦恼解脱了 没有烦恼的境界 所以世尊我们在华言经说 佛陀成道说什么 奇哉奇哉 哇真是稀有 稀有什么 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者相 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什么意思 所有的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 如来的功德 如来的相貌 所有的众生 包括鸟 蚊子 蚂蚁 地狱道 恶鬼道 人 坏人 死刑犯 诈骗集团 他们都有如来智慧得相 因为什么 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所以我们讲说 孤魂若要生净土 听诵华言 伴计经 哪伴计 若人欲了之 三世一切佛 最重要是后面这两句 因观法戒信 一切为心造 地狱是真的有的吗 是婉然存在的 梦中被老虎 捉的那个老虎是真的吗 老虎是假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从梦中醒过来 老虎就是真的 地狱是真的吗 地狱在地狱到众生 看起来是真的 就像我们讲说 一个水 透明的水 天人看到水是甘露 鱼看到水呢 哇我家 鱼看到水是家 我们看到水呢 我可以喝 二鬼道看到水呢 浓血火炭 一样是一杯水 本质不变 外境不同 夜报不同 所以没有烦恼 这里讲 离欲极尽是最为胜 呼应到士尊说的 一切众生 就有如来智慧得相 都有如来的智慧 如来的果德 但是妄想执着不能正德 妄想执着 那妄想执着从哪里来 从无名来 从欲望来 所以士尊一开始就告诉你 离欲极尽 是最为胜 什么叫离欲 内心里面 不要有烦恼 不要有欲望 有两种方法可以 对峙你的烦恼跟欲望 第一种方法 修解脱道 看到生命的真相 我们不要讲小圣不好 小圣就是解脱道 那什么叫做解脱道 从生命现象来下手 所以小圣讲 只是苦 生命本质是痛苦的 只是苦如因之 苦即灭道 苦的原因来自于烦恼 所以只要修道 就正道涅槃 这叫解脱道 这个不要说它不好 不要说那是小圣 小圣是什么小 有你的生命现象 看到事情的本质 看到诸法实相 叫做小圣 解脱道 大圣呢 此事苦 因为此事苦 所以众生皆苦 大圣只是把心量放宽 把内心世界 关心到众生身上 地狱道很苦 二鬼逃很苦 苦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有烦恼 他们有无名 他们有如来智慧得相 但是他们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德 所以小圣解脱道 是从自己的生命现象里面 看到诸法的真实性 大圣菩萨道士 进一步关心 所有众生 还在苦极灭道的烦恼里面 所以因为众生苦 我发起众生无边 事愿度的心 因为极烦恼很多 众生的烦恼无略无边 所以我要烦恼无尽 事愿断 从四圣地进化到四弘事愿家 大圣菩萨道 这两个不是分开的 如果我们说 哎呀小圣 哎呀我修大圣 那你的对苦的感觉 对烦恼的认识 对于道 对于灭 这感知 就会变得比较薄弱 那你的大圣就像空中楼阁 佛经里面有个故事 有一个富翁看到 隔壁的富翁盖了一个三层楼的房子 尤其第三层更漂亮 上面有黄金珠宝 香满满 就问说 哎你盖这个房子花了很多钱 很多心血 另外一个富翁说 对啊我盖这个房子花了很多心血 尤其第三层 我真的是用尽心思来设计 哎这个时候 这个富翁想我也有钱啊我又不是没钱 回去跟设计师说 跟盖房子的说 我要盖第三层 那设计师开始打地基 那富翁走过来你在干嘛 我要打地基啊 那打地基做什么 我只要第三层啊 哎对 这个时候那个设计师说 没有地基 没有一楼 没有二楼 就没有三楼 那个富翁就 我不管啊 我不要一楼 我不要二楼 他三楼那么漂亮 我只要三楼 这怎么盖呢 他就用四根柱子 撑起第三楼 盖好了 富翁上去了 就掉下来了 就垮了 所以大圣菩萨道 如果没有小圣 解脱到 对于生命现象的认识不够深刻 我们的大圣菩萨道是什么 空中柔队 空中柔阁 净花水月 暂时的 升起了 相似的菩提心 不能升起的是相似的 好像有 我好像要度众生 众生好苦 等下出去有人插你的队的时候 就翻脸了 你不是说众生好苦吗 所以这个时候离欲极尽 是最为胜 那如何离欲极尽是最为胜 你就要 住大禅定 降诸魔道 什么叫魔 佛陀是降伏四魔而成道 你要有烦恼 你要降伏你的烦恼 降伏烦恼魔 你对色身不执着了 降伏你的五蕴魔 再来要降伏什么 降伏对死亡的恐惧 所以那个时候魔 魔王波寻要阻碍佛陀成道 就让那些魔子魔孙 弯弓射箭 瞄准什么 瞄准在树下的希达罗太子 佛陀那个时候对生死 是没有恐惧的 佛陀对生死是不害怕的 这就叫降魔成道 所以后来 魔王所发出来的箭变成莲花 这里补充一个故事 欧瑟士国王 那个时候听了提婆达多的教说 就要去杀佛陀 提婆达多跟欧瑟士国王说 你把你父亲给杀掉 现在要去杀佛陀 等到佛陀也杀掉了 你做摩羯陀国的新国王 我做新的法王 我代替佛陀领导生团 这样好不好 那摄氏王说好 那怎么杀佛陀 先派五个杀手 在佛陀打坐的地方 瞄准他 把弓箭拉开 瞄准佛陀 射死佛陀之后 再派二十五个人 在那五个杀手 回来的路上 把那五个杀手给杀掉 再派一百二十五个人 去杀掉那二十五个人 这连环的计谋之后 就没有人知道说 佛陀到底是被谁给杀死的 这个时候 那五个杀手 箭都已经不得不发 箭在悬上了 佛陀那个时候 对生死是没有恐惧的 佛陀是抬起头 看了那五个杀手一眼 那五个杀手就跪下来 弓箭就放下来 为什么 怎么有人的眼睛这么清澈 怎么有人的眼睛这么慈悲 所以佛陀征服了对死亡的恐惧 他就可以征服这个世界 所以有一句话说 释迦牟尼佛用三大阿森期节的时间 征服了自己的烦恼 再用无量节的难行苦恨 征服了这个世界的众生 如何征服的 用慈悲 所以我们中国不是讲忍者无敌吗 忍者 慈悲心的人没有敌人 忍者无敌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必胜的武器 释迦牟尼佛遇到魔王攻击的时候 他的必胜武器是慈悲心 同样的面对那五个杀手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面不改色 释迦牟尼佛面不改色 还看着那五个杀手 那五个杀手就跪下来跟佛忏悔了 对不起我被国王所叫说来杀掉你 真是不好意思 佛陀说没关系忏悔就好了 还跟那五个杀手说 你不要走这一条路回去 因为阿瑟士国王安排了二十个人要杀你 你走另外一条路下山 这就是佛陀 释迦牟尼佛对生死是没有恐惧的 所以他可以征服这个世界 因为你对生死的恐惧已经不害怕 生死如梦幻 就像我们修行人 死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生死如梦幻的时候 你就不会被这个身体绑住 你癌症末期了 正好念佛 你儿子死掉了 正好念佛 你被捣毁了 正好念佛 我们讲对生死的无惧 就是我们对生命现象的认识 所以这个时候 诸大禅定 降诸磨道 那个禅定就是大慈大悲 看到事情的本质 因为我看到它的本质 因为了解所以慈悲 魔王被他的烦恼所驱使 所以他在痛苦 那五个杀手因为阿瑟士王的命令 所以要杀佛陀 阿瑟士王是被提婆达多给教唆了 提婆达多是被他心目中的烦恼贪嗔痴给降服了 所以这一连串的杀手 阿瑟士提婆达多 有没有坏人 在佛陀心里面没有坏人 坏的是内心的烦恼 而不是那个人 所以诸大禅定降诸磨道 用词被征服这个世界 所以鱼鹿也愿中 往下看 鱼鹿也愿中 转四地法轮 有一个故事 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离开王宫 离开王宫之后就去拜访了好几个仙人 很快就正到他们的境界 包括飞翔飞翔定 释迦牟尼佛觉得这个不是解脱之道 他就在树下苦行林 每天吃一麻一麦 一点点的麻 一点点的麦子 精进修行 禅修道 鸟都以为这是个枯树 在他头上结 做窝 做鸟巢了 就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初是多么雷弱 因为苦行 后来释迦牟尼佛终于发现 六年的时间 没有办法让他内心真正寂静 过去的王宫太快乐了 现在的苦行太痛苦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舍弃了苦行 去尼连长河洗澡 现在印度也有 有些外道是不洗澡的 有些外道不洗澡的 所以他这个时候洗澡 就把他放弃苦行 然后接受了苏家塔 牟尼的供养乳舟 开始吃东西了 那跟着他的阿若交成如这五个人 就这样讲 希达多放弃苦行了 不想修行了 他要回去过他的那个大少爷的日子 所以这五个人就相约 我们不要再理希达多 我们不要再理他了 那佛陀呢 佛陀没关系啊 自己一个人独自走到了金刚菩提场 在菩提树下降伏摩愿成等正觉之后 佛陀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第一个想到的是 当初跟着我一起修苦行的那五个人 他们不理我 但是我要理他 这是大慈大悲的显现 你可以不理菩萨 但是菩萨一定要理你 你可以不理地藏菩萨 但是在你堕地狱的时候地藏菩萨会救你 你可以不要理观世音菩萨 但是当你在生命痛苦的时候 你只要愿意念观世音菩萨 一样他会救你 甚至过去有很多例子 有些人输钱了 把观音菩萨丢到盒里面了 但是后来得癌症的时候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还是过来救他 这就是佛陀 你可以不理他 但是他永远意念你 在《愣言经》里面讲 如母义子 十方如来连念众生 如母义子 我们可以不理佛 但是佛陀一定会理你 我们可以不认识佛陀 但是佛陀一定认识你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回到了 他自己走 走了两百七十五公里 到鹿野院 那五个阿若焦成员 那五人看到了 先说了一句话 我们不要理那个西达多 佛陀怎么做 佛陀在他们的对面 家夫做 但是成佛有成佛的气质 记得修行有修行人的气质 修行有修行人的味道 成佛有成佛的气质 他们就发现 西达多好像不一样 这个时候 他们慢慢的被佛陀所感动了 转过来的时候佛陀说什么 此事苦如因之 此事急如因断 他们突然间被震撼住了 生命的状态就这么简单 此事苦 这是苦的 生命没有一点快乐 生命是痛苦的 痛苦的根源来自烦恼 烦恼灭除了 就证得道果 苦极灭道 就这么简单 但是你用自己的方法去修炼 就算道非想非非想定 就算修苦行 就算日食一麻一脉 就算用功到极点 你还是不知道 就像我们跟佛陀的距离 我们跟菩提心的距离 就像什么 古时候不是有砂门吗 砂窗吗 窗户是用纸壶的 但是那一层纸不戳破 永远都看不到外面 同样的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 在那里想 如何解脱 如何修行 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佛陀了解了生命真相之后 告诉你 此事苦如因之 就这么简单 此事苦 这是苦的 苦的原因在于无明 在于烦恼 无明若断 自然苦就灭除 所以阿若交成有五个人 自然就证得道果 有些人说当下 有些人说七天 证得欧罗汉果 那这个时候有佛 佛讲四圣地是法 阿若交成有是比丘僧 佛法的三宝 就这么成立了 后来三宝成立之后 比丘或是佛陀辗转度化 让这些更多的人 进入佛教的大家庭 叫僧团 所以后面往下看 父有比丘所说诸以求佛禁止 开始有比丘在修行 开始有僧团了 有僧团就会有人 有人就会有人的问题 有问题就要求佛禁止 在戒律来说 禁就是做词 做工作的做 止就叫做止词 什么叫止词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欲 不妄语 甚至我们出家人过午不时 这叫止词 你什么不能做 这叫止 禁呢 我们出家人要做结模 要诵戒 要畅方结戒 等等 这叫禁 在家人呢 要尽力去守八观灾戒 要布萨 要共僧 要布施 求佛禁止 所以佛教是两方面的 诸恶莫作 叫做止 众善奉行 叫做禁 求佛禁止 所以后来 世尊教赤一一开悟 佛陀开导 让那些比丘正悟 一一开悟 那些比丘后来就 合掌敬诺 相信佛的话 恭敬 诺是什么 承诺 我们读到这一段之后 我们要想 我们有没有合掌敬诺呢 佛讲说 转四季法轮嘛 此事苦如因之嘛 我们相不相信呢 我们有没有承诺佛陀 我们要看到生命真相呢 合掌敬诺 而顺尊识 尊是佛陀 我们要顺着佛陀所说 叫入法流 我们要跟着佛陀的教法去走 而顺尊识 这是四十二章经经绪 我们回向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 惜消除 世事常行 菩萨道 我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 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 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 互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举办共修法会 日期2月19日星期六起 时间 每周六下午2点至5点 修持不动佛仪轨 恭送月葬经吉祥文 恭请战性法师领众 联络电话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6 或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良体温 佛教慈悲至业 基金会台南分会 成征义工 联络电话 06-271-6616 或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345号 在我们佛法里面 如果我们没有去 照遇我们的清明节的 这个习俗 我们是否会有 什么不好的 就是不好的影响发生 我们是不是会有什么 就是对我们的祖先 会有任何的影响 对 还请大家师傅来 跟我们分享 首先 在佛教里头 不只是清明节 我们要意念到 我们的祖先 而是 所有我们所做的功课 所做的善行 我们都可以回向给我们祖先 所以在佛教里头 其实可以这么说 对于佛教徒来说 我们每一天 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 清明节一样的去祭祖 甚至我们每一天 都可以把它当作 清明节一样去回向给祖先 因为我们的重点是 要让他们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 既然这个样子 那我们怎么可以说 那你等吧 祖先你等到明年的清明节 你还要再等一年 你才能够离苦得乐 不可能 佛教里面是 我们希望他 每天我都做功德 回向给祖先 每天我都发愿 回向给他们 每天我都做善事 乃至每天我都念佛 都希望他们能够离苦 得到快乐 这才是佛教的重点 所以我们不应该说 如果我不做 会有什么负面影响 应该说佛教要求你要慈悲 要大慈大悲 要开始发心 要开始发愿 所以我们反而应该承担起来 我们每天都要意念一下祖先 每天都要意念一下痛苦的众生 每天都要不断不断地回向给他们 我们不要说不做会有什么影响 你应该想说 如果我今天没有去做 那谁要超度他们啊 他们是不是还要痛苦很久啊 那我只要帮他念个佛 我念个五分钟的阿弥陀佛 我念个五分钟的观音菩萨 再回向给他们 他们就可以离苦了 那为什么我们不要每天 这样认真地去做呢 所以我们应该要正面地去想说 我们不只是清明节那一天 要回向给祖先 我们要每天每天地 帮他们念佛 帮他们修功德 这才是佛教的重点 所以不要再害怕说 哎呦没有做会怎么样 应该说我们天天都要发愿 天天都要努力 天天都要修行 因为我们跟这一些众生 跟我们的祖先 跟这些往生者 我们都希望他们 能够到极乐世界 得到阿弥陀佛 无量的光明的加持 这才是我们佛教的重点 我们要每天不断不断地念佛 每天不断不断地修行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